今天這個說明會主要是在處理 監察院生存檔案的事件 應該不應該受理的程序問題 行政院意見是認為不應該受理 監察院這一次行使所謂的調查權 他的目的是要調查不當檔產條例是否違憲 這個目的不是他監察權的一部分 他純純粹粹要調查法律而違憲 那問題來了 大審法的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的後果 沒有這樣的權利 監察院這一次的申請充其量只是因為人民陳情 他主張他發現了這個法有什麼樣的違憲意義 他不是適用這個法律而發生了違憲意義 這個就是條件上面不符合法律的規定 我們在憲法裡面非常清楚 95、96條有所謂監察權的調查權 那我們調查權在憲法裡面是唯一的機關 那所以呢根據調查權我們設理陳情 然後行使我們的職權 然後回到發生疑意 就是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五條一項一款 發生疑意的時候我們去申請失憲 我想這個體制上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我比較不贊成說要把監察權的前面的調查權 定義的這麼窄 好像說一定要有一個非常具體的目標 它其實可以是有 你看以本案來講就是有人陳情 那陳情主張行政院有違法 於是他們就去做了一個調查 那覺得這個陳情人說的真的很有道理 但是還沒有到糾正的地步 也還沒有到彈劾的地步 那但是他們可能確實認為這個裡面很有問題 所以申請大法官解釋 但我看來這就是調查權 這就是刑署職權 那如果把這個去掉 其實監察院多年來的調查報告都可以廢掉了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